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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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起播新的APP 點一下隨隨地看新聞 上個禮拜介紹給大家的 一位香港仪式大亨林建民 今年76歲 她談起了爺孫戀 跟一位25歲嫩模的談戀愛 而且今天跟爺孫戀 也有點關係喔 對 因為今天這位爺呢 比那位仪式大亨還多了兩歲 而且這很差78歲 還是一條活龍喔 因為她之前就被周刊拍到 和嫩模約會啊 不但夜夜升歌 甚至一對二大賞 奇人之福 Oh my God 天啊 天啊 所以我們今天趕快介紹一下 這位桃色爺爺 還有另外一個大新聞喔 歌手陳惠玲的先生 也被人家拍到說 好像跟一個嫩模啊 港版林瀨瑤在談戀愛喔 趕快看一下What Happen 結果目前單飛的艾米奇 最近不用走光國版面 改用生命公園侵略 而且對方還是個 七十八歲的老伯伯 哇 告訴你 這七十八歲可不是個普通老頭 他可是香港大律師曾玄威 還是蜘蛛精藍結音的半個緯文男友 身價可是超過港幣上億元 誒 說他只是半個 是因為當初他自己主動照顧 生病潦倒的藍結音 還包辦他的一切生活費 甚至因為日久深情 向女方巧婚 結果卻被狠狠打槍啊 不過老伯伯 曾權威是打不倒的 這幾天就被港媒拍到 他和二十二歲的艾米奇 兩人親力逛街 最後跟轉戰公園的陰暗處親熱 穿著超短迷你裙的艾米奇 不但主動躺在老伯伯 曾權威的大腿上 還亦有蚊子為由 爛的南方手摸向自己的大腿 但其實七十八歲的曾權威 壯舉不止於此 之前早就被拍到 訂包廂和艾米奇 與另一名嫩膜用餐 享受兩女的餐桌服 最後他也選擇 帶著艾米奇一起翻OK啦 第一個也傳出 重嫩膜病毒的 蛤啊 竟然是陳惠玲結婚六年的 老公劉建浩 想當初電影女王 也是為愛擠留有退 婚後生了兩個兒子的陳惠玲 一家四口感覺好幸福啊 有沒有 結果前幾天 當陳惠玲在忙著帶小孩時 老公劉建浩去忙著帶那摩吃法國菜 兩人坐一起 含情對望間咬耳朵 似乎頗有曖昧嫌疑啊 而且這那摩笑起來 竟然還神似淋了咬 但老婆曾為林 隨時出面地聽老公說 要太早機器 照相角度問題 絕對算那麼老公啊 要故意了吧 那究竟命運的安排 還是情感的糾結 亦或是另有隱情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報道